你就是那个扬言要挑战四年级的家伙 怎么 一个乳秀未干的一年级学生 竟然想挑战四年级的 你当四年级是不家家不成 我挑战几年级的 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哟 小弟弟来了 清姐 飞龙 你怎么在这里 我听说有个一年级扬言要挑战四年级的 就过来看看 顺便让他见识四年级强者的恐怖 小子 敢跟我比一下妈妈 随便 好小子 算你有骨气 走吧去包奸 赶紧开始吧 哈哈哈哈 这么着急给我送钱呢 别忘了 在天 而你 在地 红心十点 该你了 黑桃三点 笑死我了 没想到啊 我虽然不需要那点优势 但上天非要给我 我也没办法了 那就你先出吧 可不要出一加一哦 二十乘八十等于多少 这题你会 你可以读我不会 这题对你来说难 但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小儿科 一百六十 八百除以二十等于多少 四十 小菜一碟 六百五十除以十三等于多少 什么 这种问题 这没有一本草稿纸根本算不出来 我读你这道题不会 谢谢你送我的份楼 答案是五十 这不可能 现在由红色方出题 你小子 运气不错 但幸运女神能够一直伴你左右吗 时间还剩十秒 时间已到 还不问就是为自动仿器 对方的一分 本事同工作 相间和解手 哈哈哈哈哈哈 不会装逼就不要装了 是相间和太极好吧 这是我们刚学的诗 我还能弄错 你就是想让我错过时间吧 二百四十除以六十等于多少 等于四十 如果刚才是好运 那么这次呢 蓝色方答对 积一分 共计三分 红色方两分 二十九乘五乘四减去三等于多少 这就是你思考这么久 想出来的题目 能让我出这题 也是看得起你 你就算输了 也输得不难看 大概多谢龙哥你了 不过这题我可没说我不会哦 这道题等于五百七十七 怎么算得这么快 你不可能试人 蓝色方会积四分 红色方两分 蓝色方获胜 清姐 你怎么来了 小弟弟 你真是让姐姐刮目相看啊 好运罢了 你一定不是一年级的 你到底是几年级的 清姐不是在这里吗 我是几年级的 她最清楚不过 你们不相信她是一年级的 我可以现场给你们查 狐妖面具的资料 这下你们总相信了吧 今天是我输了 清姐 我给斗树师丢脸了 狐妖面具一路从一年级 挑战到四年级 从来没有输过 你输给她 怎么能算作丢脸呢 清姐 谢谢你的安慰 我可以走了吗 等等 什么事 等会一起吃饭 可以 你多久下班 随时可以走 那就走吧 清小姐 等我几分钟 我去办件事 你去大厅等我 傻子又来斗树师呢 如果我是傻子 那输给我的人是什么呢 上次只是你好运罢了 神奇什么 那就继续比呗 不过 你拿什么跟我比呢 你们三年级那几百块钱 现在我看不上 我们强盛集团的人 最不缺的 就是钱 那就比吧 不过不是现在 你配跟我比吗 我今天就是来这里消费的 小爷 我钱太多了 刚才故意输了好几万 你拿出的几万吗 手下败将再怎么蹦荡 也只能是手下败将罢了 哼 小爷 我不给你一般见识 得罪强盛集团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抱歉 没听过什么强 什么集团 高总 还真是你 你怎么有空过来玩 飞龙 有事吗 高总 今天战绩怎么样 还行 输了几万 高总 有输有赢很正常 不要伤心 区区几万而已 还不值得我伤心 高总大气 飞龙 若不是你是四年级强者 我可不会与你说话 高总说的是 你小子 有嘴滑舌 既然你没听过强盛集团 那就让他们告诉你吧 哼 你连强盛集团都不知道 强盛集团是我们是最大的上市公司 这位是高总 强盛集团的太子爷 在我们斗树市他有股份 小的 都听见了吧 现在跪着求我 我就不计较先前那些事 那又怎样 你 把他给我抬出去扔了 什么档子 跟我做一样的沙发 给我住手 高启丰 你要敢在这闹市 我们会按规矩办事 更何况你现在在斗树市 已经没有股份 清姐 你是不是记错了 他是强盛集团的太子爷 在这里有股份 就在前几天 高启丰已经将自己 百分之十的股份 输给了一个叫彪爷的人 所以他现在不是 斗树市的股东了 要不是你 我根本就不会输 你赢了三年级的我 又怎么样 四年级的你敢碰吗 怎么话题突然转到 我这里来了 谁说他不能赢四年级 就在刚刚 他赢了飞龙 他赢了飞龙 飞龙可是四年级的 怎么可能 高启丰不可思议的 看向飞龙 当他看到飞龙的表情时 明白了清姐说的都是真的 那又怎样 你赢了 你也是巧合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他抬走 我看谁敢 这里是斗树市 并且他现在不是股东 我想 你们强盛集团 应该不想得罪一个十八岁 就能打败四年级的人物吧 记住了 你是强盛集团的人 做事多为强盛集团想想 如果阿飞真的打败四年级的人 那么他不是天才就是鬼才 做不成朋友 也一定不能做对手 否则后患无穷 清姐说的是 我是强盛集团的人 不会做冲动的人 今日之事是我考虑不周 抱歉 我就先行告退了 走吧